二战法国战役老照片 二战法国战役老照片 二战法国战役老实突破阿登山防线后 德军彻底撕开了法国防线 进入了法国腹地 法军彻底陷入了反包围圈 照片为1940年法国战役中投降德军的法国士兵 此时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投降 德军占领巴黎 约二百万法国士兵向德军投降 照片为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后 在巴黎举行的胜利阅兵仪式 照片为占领法国的德军在巴黎举行了胜利游行 背景后面是巴黎著名的建筑坎全门 照片为占领法国的德军在巴黎举行了胜利游行 背景后面是巴黎著名的建筑坎全门 照片为占领法国的德军在巴黎举行了胜利游行 德军装甲师在巴黎相见地势大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